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意思就是这只手一直都拿着一个东西叫做握着 那衍生成直而不是的意思 那意思呢就是当手上有一个东西 我们不让它掉下来 手就一直保持着握着不放开的意思 在佛法里面我们讲要受 持 读 诵 这四个字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方式 修学佛法第一件事情要先接受它 受就是领纳 领纳就是从理解到最后接受 接受了之后呢 还要依着你所接受的这个道理 依之而行 如法而行 所以在第二个阶段呢 这是持 持的意思就是不忘记 意持不忘 所以我们记得佛陀的教法 让自己的心里面 一直不忘记自己是一个佛教徒 也不忘记自己所学到的法门 这个叫做持 所以受是因 持是果 但是受持要从何开始 就要从读诵开始 所以读诵是属于受持的因 所以对一般人来讲 他不知道要接受什么道理 所以先从读诵入理 所以受持是程度比较深 那程度比较深 因为你接受了这一套 佛陀教导我们的思想 但是你要了解思想之前 你先从读跟送开始来入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我们从读诵目的 是要受持 所以欲受持必先 以读诵 果能读诵就有受持的可能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到最后 学佛的目的 就是能够 异持不忘佛陀的教法 当我们心里面 始终都依着佛陀的教法而行 你就是一个如法的佛弟子 所以在这个阶段 不管遇到有佛 没有佛 注释的时代 不管大众都支持 你行菩萨道 或者是不支持 不理解 不管这件事情 是大家流行在做的 或者是 始终没有人愿意做 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 时代的使命 就是我们要受持这个佛法 把佛陀的教法 继续洪传下去 所以我们平常 为佛弟子 就要一持 不忘佛陀的教法 菩萨摩赫萨 要如何修这个持 这个字呢 菩萨摩赫萨 记得的是什么呢 我们自己先想想看 我们的脑中 如果遇到紧急的事件的时候呢 这时候你的内心 有没有办法做主 你的内心 记得的是什么 所以这个持啊 就在告诉我们 随时都要检查 我们的心里 一持的是什么 大部分的人 他不知道要善待自己 所以自己的心里面 赶走过必留下痕迹 不管是好事 坏事 他都放在自己的心里 但是 如果我们自己不懂得 保护自己的发誓田 你总是啊 比较容易 议持自己的恩怨行仇 所以你会看到 有些人怀恨在心 始终都记恨 不愿意放过对方 也不愿意放过自己 那这样子的人呢 是很辛苦的 因为发生的事情 没有办法挽回 他活在仇恨的境界里面 没有人帮得了 而且他会 藉由他的仇恨 为理由 来做种种 失常的事情 轻者痛 愁者快 那这是 他的脑中的 记忆出了问题 但是记忆呢 有取向 所以他 溢持了 这种 伤害性的记忆 谁没有 不好的过去 谁没有 不堪的过去 每一个人 在发生 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 能够选择的是 你如何来看待 这一切的顺境 跟逆境 但是 事情如果 真正的过去 我们就要让它 成为 资粮 而不是让它 成为伤痛 所以 菩萨摩赫萨的 持 就在教导我们 如果你要 记得你的过去 你应该要 记得什么 这一些的记得 这一些记忆 它会帮助我们 就近成佛 那这样子的持 才是 我们 这个所谓 菩萨 应该要 接受的 所以 菩萨摩赫萨 要持什么 有十种持 好 第一个 持所及一切 福德善根 我们人的一生 所有的 善业 恶业 点点滴滴 都有一个记录 记录在 巴士田当中 这个心呢 它会接受 所有 你发生的事情 有时候啊 会看到 自己有 很多的 坏事 黄西所造 诸恶业 那这个是 因为无知 因为无明 所以我们会 自己有一种 惭愧心 发现自己 有很多的 不足 当我们来 学习佛法 我们开始 反省了之后呢 你会生起 一种 忏悔的心 其实看起来 好像自己 有很多的 烦恼 很大的 负罪感 但是 善跟 悔 这两个字啊 在佛法里面 是属于 善法 是善根 的开始 一个有 惭愧心的人 他其实已经 开始 要改变 所以 他从此 不会再犯 过往的 这些过失 所以 昨日种种 譬如 昨日死 今后种种 譬如 今日生 所以当我们 在受持 佛法的时候呢 归一 就是 归向 佛陀 依止 佛陀的 教法 归一当中 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 忏悔 从今以后 我成为 佛弟子 过去 因为 无知 所造的 这一些 过失 我发誓 我不愿意 再照做 那如果 这样子来看 忏悔 这件事情 就是 重生 那既然 重生 这一切 都是 一种 善根的 展现 所以 我们要 记得 自己 归一 以后 所有的 功德 所有的 努力 这就是 持 第一件事情 所以 自己 要告诉自己 从此以后 我要 记得 所有的 好事 我不要 记得 所有的 坏事 那当 我们的 心里面 有了 这些 意 持 你就不会 伤害 自己 因为 你想到的 都是 你的功德 当我的 心里面的 这个善根 现行 再回熏 又是 善法的 回熏 因此 医者 体 洗 作用 是善 医者 用而 回归 到 自体 又是善 善跟善 互相 熏燃 就是一种 善的 循环 但是我们 如果要靠自己 起这种 功德力 可能一开始 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此我们来修行 先学习 佛法 听闻 佛陀所说的法 听法 会增加 我们的 善根力 听法 也是因为 善根 所感应的 善知识 现前 所以我们要 一持 一切 如来 所说法 听经文法 我们要听什么 听佛陀 教导我们 这些方法 了解了 这个方法 我们才 有 依循 我们才知道 要如何来做 在佛经里面 有很多 各式各样的方法 都是佛陀的弟子 在修行的过程 提出 种种的问题 提出的问题 佛陀 来依据我们 每一个人的状况 来做解答 所以佛陀所说的法 它很有弹性 它也很自由 它没有固定一个答案 它是启发 我们如何去看待 这些世间的一个方法 如何去思维 所以佛陀说 如果一个方法 如果我所说的法 你还没有办法证明 它是事实 你不用急着接受它 所以学习佛法 要有三个字 叫做文 思 修 听文 之后呢 要思维 想想看 合理不合理 符不符合自己的需求 自己在生活中 要如何来运用 如此的反复思维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落实到佛法当中 如果你学到的是一些教条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用 那后面在修的时候 你就会回到你自己熟悉的这一套 所以文是为了思 思是为了修 文的当下就在思 思的当下就在修 所以我们能够如此 不断不断的反复 就像我们现在每天在听法 听了佛法 可能觉得哇 这个听了很多 很有道理 但是记得的很少 我们慢慢的 反复的 不断的日积月累的 不断的熏陶 慢慢的 你就会发现 你已经开始改变了 为什么会容易忘记呢 因为我们熏修的太少 平常24小时 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人我是非 或者是放空 所以我们熟悉的这些记忆啊 它不见得能够帮助我们解脱 所以带着这样子的烦恼 来听佛法 听了佛法 它不见得完全听得下去 但是如果我们熏燃了一点 每天一点一滴的累积 积少成多 有一天 就会在自己的心里发酵 内心当中呢 开始启发了这个自信的智慧 所以这个就是一切如来所说法的功德 再来我们要持一切辟欲 持一切法里去门 这佛法要利他 要能够用种种的善巧辟欲 所以佛陀很会说故事 他常常用很多的比喻 来告诉我们佛法的道理 那就像是我们常常讲 这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个月亮是什么 这月亮啊 它的这个能见度 它会随着初一到十五 它会有不一样的光芒 就好像初地到十地 我们的智慧就像月亮一样 渐渐的圆满 佛陀善巧 目的都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理去 能够了解一切法的究竟之理 第二个 这个法的理啊 它会帮助我们往某一个方向 这个往解脱的方向去的 就是解脱法 往烦恼去的就是染污法 所以我们要了解所有的法 它的目的是什么 这叫做愿解如来真实意 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 这幅法是一个门到一个门路 我们要知道这个门通向哪里 再来我们还要持一切出身陀罗尼门 陀罗尼我们讲过 这个叫做总一切法 持无量意 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心里面 达到了一面不生 有了三昧的境界 所以每天做定刻 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否则我们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情 应接不暇的时候 心一旦乱了六神无主 就没有办法聚焦 没有办法聚焦的时候 你的心比较容易出错 因为三段心没有力量 因此我们要练习 时时刻刻 意识一句佛法 意识经典 或者是一部心经 我们意识不忘 或者是一句咒语 我们意识不忘 当初权章大师 他到西天取经 到印度去 遇到了很大的状况 就是他的水 全部通通都干了 十几天 都一滴水 都没有喝的状态 陷入了昏迷 陷入了迷流 在这个时候呢 他的内心啊 还是一心虔诚的 十面五号 持送大辈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在这时候呢 就发生了一个殊胜的感应 观世音菩萨现身来教他 般若般若密多心经 菩萨告诉他 只要你一心持送这一部心经 你就可以脱离险境 他醒过来之后呢 他就开始一路 持着持送这一部心经 我们刚开始学佛 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神迹 会有好奇 会想 这个咒语 就这样念 它就会发生什么 了不起的事情吗 所以我们要试试看 大家来念念看 不断的送念 送了一遍 两遍 十遍 百遍 送到什么时候呢 送到一念不生 送到百万遍的时候呢 他就会发生两个字 叫做出生 出生 就是从没有突然冒出来 那这是什么 这就是无量的妙意 他会从你的内心当中 源源不绝的 不断的现前 所以希望大众 你选择一个方法 一尺不忘 每天送念 所以我们要很多咒语啊 有的做生意的 就想要发财 那有什么咒 有准提神咒 准提神咒 让你心想事成 那我们希望 消灾免难呢 就有观世音菩萨的 大悲咒 欢迎灵感真言 观世音菩萨 六字大明咒 我想要出生 一切智慧 那就送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我想要了解一切佛法 那你就 一持三藏十二部经 我希望能够学习 华言经的精髓 你就开始发心 持送 敬行品 普贤行愿品 敬行品 每天记得一句 当愿众生 当我们 意识着 当愿众生这四个字 你面对任何 人生的境界 你都很容易啊 产生一种 不可思议的 力量跟功德 所以愿力 会让我们出生 出生什么 出生无量的功德妙用 所以这叫 持一切出生 陀罗尼门 再来 佛法的 最殊胜的力量呢 是他可以戒除 我们根本性的 无名疑惑 所以持一切除 疑惑法 佛法 他讲到的智慧 有一切智 道种智 一切种智 一切智 是诸法空向 我们器物的空向 可以破除 生死的迷体 不再六道轮回 道种智 是了解 众生的疑惑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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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众生的烦恼 所以菩萨 有了道种智 他可以广度 一切众生 通达无量的法门 一切智 加道种智 就是佛陀的 一切种智 祸破 无名 能够破除 最根本的 无名祸 所以除疑惑法 在佛法当中 他是可以找到 究竟的 解决之法 因此 我们学习佛法 就是能够 真正的 测见 本来面目 再来 我们要行 菩萨道 有很多的方法 所以佛陀的教法 非常的丰富 你随着 你自己的需求 你可以找到 所有的内容 你要找的答案 都在里面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还要学习 成就一切菩萨法 菩萨行 是两个字 叫做成就 就是我们要 造就 一个圆满的觉者 我们要 练习 成就自己 成就他人 所以这个成就 这两个字啊 一般人 就是一个 果报 就是 我现在功成名就 但是在佛法里面 它是一个动词 我们要把自己的果 作为我们的目标 现在 就是朝着这个目标 前进 这个动作 叫做成就 所以我们要 积极的精进 用功 累积福德之良 修一切善 无善不修 不管是世间善 出世间善 我们能够成就菩萨行的 我们通通都圆满的修持他 所以到最后呢 我们还可以持一切如来所说 平等三昧门 能够真正的进入 佛陀的心境当中 佛见一切法 解释平等法界 这时候 我们就有一切法 照明门 一切诸佛 神通 有系力 所以我们要持 持什么 持佛的 秘密的神通 这个秘密 其实一点都不秘密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 所以若诸菩萨 安住此法 德德如来 无上大志 住持力 我们就会变成 在这个世间 定天立地的 住持 住 就是能够安住在 佛法的智慧当中 持 就是能够 让这个智慧 始终 一持 五望 当我们有了 这种智慧 你在日常生活 你会开始发现 我们走到哪里 都能够 依着自己的智慧 而产生大功德 大妙用 你会发现 佛法真的很好用 所以这是我们 今天所说的 十种持 希望我们开始 从因上来努力 受持 独送 所有佛陀的一切教法 那我们的人生 就会到最后 就近成就 无上的大智慧 今天的开示 至此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